之前我们用REVOLF这个指令来制作过这些高脚玻璃杯 那今天呢,同样的玻璃杯我们改成用多边形建模的方式来制作 那让大家比较一下两种建模方式之间的差异 好,那我们重新来过 首先我们切换到多边形的工具 多边形建模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这些基础造型里面 选择一个最适当的起始造型 那在这边就是圆柱 因为高脚杯它本质上是一个圆柱的东西 好,那这个高脚杯的侧面 圆柱内定它是20面 那多边形建模我们不要这么多的面数 因为多边形建模它本质上是一个低面数的一个建模的方式 好,所以通常我们设成8或者12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边切成12 好,然后我们用移动工具 把它拉到这个细的角的中间 再切换成缩放 把它拉长 好,那我们要把它弄得细一点 那在透视图这边其实不是很好操作 所以我把它切换到上视图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弄得比较细 好,那这边显示模式我切换成框线 好,方便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参考图 好,再调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 切换到这个select by component type 好,我们要把最上面的这些面选起来 那切换过来的时候是在点的选取模式 所以按滑鼠右键 好,选到面 好,那我们可以按住shift 这样子一个一个点选过来 那更常用的方式呢 是这样子拉一个框 把上面跟侧面都选起来 然后按住control 我们看到一个简号 这代表扣除 好,所以再拉一个框 把侧面扣除掉 那上面就统统选起来了 好,然后我们切换到建模工具 好,我们选择extrude 拉着蓝色的箭头 往上推积 那这边我们先推积到玻璃杯最宽的部分 好,然后切换到缩放 好,我们看我们的参考图 好,把它放大到跟参考图的宽度一致 好,我们参考图稍微有一点点歪 那所以这个部分自己稍微去修正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又再继续extrude 好的,那这时候因为上面的面都还是保持选取的状态 所以我们立刻就可以再往上extrude 好,到最上面 好,同样再切换到缩放 好,这边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参考图本身 上面就要稍微有点歪 但是如果调整的话 底下杯角这边又会跟着歪了 所以这个自己拿捏了 好,那接下来我要增加细节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只有这个样子 跟整个杯子的造型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在中间多增加一些横断面的话 就可以把它调整得更符合这个轮廓 好,所以现在呢我先切换 切换到边的模式 好,我点选任何一个边 然后按下connect connect这个指令是把这些互相平行的这些边 好,这些互相平行的边 我们称作一个环,一个ring 把这些ring的终点互相连接起来 那现在这边还有一个绿色的点的时候 代表这个指令还没完成 它只是先让我们看到完成之后的样子 你要再点一次 那就会增加一个横界面 好,那我们一样再按下快速键R 切换到缩放的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缩放我们的这个横界面 那这个缩放有时候不是很好调到你要的那个弧度 好,那一个方法就是先调到差不多之后 我们可以移动这个横界面上下的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往下移一点 看起来可能感觉上就比较好了 好,那我们就选择在这个位置 好,那接下来再选一个边 同样的connect 好,那这边再connect一次 好,再按一次 好,那同样的我们又多了一个横界面 好,按缩放 好,那也同样的我们把它做缩放 好,大概调到这个位置 好,那再下来同样 我再选一个边 再connect 再按一次 好,又多一个横界面 按R缩放 好,这边放大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弧度 这个请自行拿捏了 因为这边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好,这个高脚被我大概抓这样子的形状 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差不多完成 好,那接下来是底下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中间这边会比较细 所以同样的 选一个边 connect connect 好,缩放 稍微往中间挤一点 好 好,那这样我们就看到 这边有一个漂亮的弧度 好,那接下来要做底座的部分 那所以这边我又再切回到面的模式 好 拿一个框 好,下面选起来 Ctrl 按住 这边拿掉 所以现在只剩下最底下的面 再用Extrude 好,往下拉 拉,拉到背角这边 拉到背角这边 好,然后再用缩放 好,拉大 好,拉大 好,那一样我再选一个边 好,那先切换到边的模式 好,那先切换到边的模式 好,选一个边 好,Connect 好 再按一下 Connect 经常会少 忘了要再多按一下 然后用缩放 好 好,这边我就不调太精确了 好,但是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就有一个高脚杯了 好,那这样就做完了吗? 其实没有 好,我们来看一下透视图 好 这个杯子上面现在是封起来的 没有办法装水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部分往下挤下去 好,那这边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指令 首先我们先把杯口的这一圈 按两下整个旋起来 好,一个loop 接下来我们用Bevel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做倒角 那这个倒角 它会在这边切一个斜角 斜角的程度 这个0.5呢 代表这个 这一个圈是原本的整个半径的半中间 0.5 但这边我们要用一个功能 好,我们看最下面 这个Transfer 这个叫倒角 我们把这个on 切换成off 可以看到滑鼠左右移动 切换成off 切换成off 切换成off的时候 它就只多切这个圈 但是 就不拉成斜角 那这个是我们要的 那Fraction这边 我们就把数字调成 0.1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杯子的厚度 用这样的方式 好,那再来我们又再切换到面的模式 好 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用刚刚的那个按Ctrl的方式了 好,所以我们就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抱歉 一个一个按做Shift 慢慢点选 点选的时候可能 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点选到不要的东西 好,那现在这整个面都选起来了 我们一样再用Extrude 好,这时候要往下挤 那这边我先切到框线的模式 好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先往下挤到什么地方呢 挤到杯子的底部 好,抱歉,我滑鼠有时候 一放开的时候它会 会动一下 好,那切到最底部的时候 那我们再用缩放 因为现在这整个宽度 凸出来了 那我们再切换到缩放 那所以这边我也要再切换到上市图 好 那么用缩放 这个眼睛稍微看一下 刚直的这个边 现在缩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差不多就是杯子的厚度 那所以我们可以再用透视图看一下 好,现在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了 好,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再切换到编的模式 随便选一个边 随便选一个边 connect 那这边是不是又多切了一段了 好,然后这一段一样 我们先用缩放 这样调整到差不多是杯子的厚度 好,那这个内外的剖面线 我们尽量还是让它互相对应 所以这边我会拉高一点 但是不要拉到两个重叠 重叠反而会变得比较不好选区 所以我拉到这个部分就好了 然后再选一个边 选这边比较可能 抱歉 再选一个边 一样connect 再按一次 那一样切换到缩放 好 然后用移动 移到上面 那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做太多的调整 再选一个边 connect 好 缩放 那 再把它 好 那这样 这样子差不多了 好 那最后在这个杯子的正中间的部分 好 切换到顶点的模式 抱歉 好 切换到vertex模式 好 那现在这个杯子最底下这边整个是平的 好 所以我选到正中间的这一个点 把它稍稍地往下拉一点 把它稍稍地往下拉一点 那这样子我们的整个杯子其实就完成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的杯子 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 那大家现在看起来的杯子 就是 面数很低 很不平滑 那但是如果我们先按下 快速键3 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变成平滑的杯子了 再按1 又变成是多边心 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跟大家做解释 但是 今天这个例子就暂时先讲到 好